歡迎回到二月二十八號的香港武格仔 二月最後一天 明天就香港那邊脫口罩了 明天就脫口罩了 開心了 我見到盧寵茂那些出來說 盧寵茂很好笑 我未見過一個記者會 真的是這樣 你們是不是開了什麼聲音 不知道 你是不是在開了我們的節目 我先關掉 終於有聲音 有雜音 我見到口罩了 現在終於可以脫罩了 脫罩見人 今天的記者會來講 真是一張圖 勝過千言萬語 為什麼盧寵茂要站在後面 胡假虎威這樣的樣子 以往盧寵茂是走出來頂的 盧寵茂是勇猛的 盧寵茂是勇猛的 今時今日你怎麼見人呢 盧寵茂自己說的 期待大家再展笑容 展露笑容 說一聲你好香港 這也是好消息 明天起 口罩令是全面取消 不是說室內 也要戴口罩 室內是要戴口罩 只不過是在醫院 或者有醫療設備的地方 就要戴口罩 室內 室內室外交通工具 也不用戴口罩 他不是強制性戴口罩 他建議大家在室內 也不是建議 皆無需戴口罩 醫護說的 有需要你就戴 說法就是這樣 還有 我們仍然在答聲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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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強制性戴口罩 搞什麼鬼 現在應該都沒有了 OK 現在應該都沒有了 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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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櫃 例如醫院、老人院那些 負責人可以用行政指令的方式決定 其他人就佩戴口罩 盧寵某說什麼 取消口罩令呢 因為流感和輕微上升 口罩令 取消口罩令之後 流感或者輕微上升 但風險是可控的 其實已經去到尾聲了 因為那天他主要的考慮 就是病毒沒有變異 以及冬季的流感已經接近尾聲了 所以最高風險的期間 其實已經過了 剛才說話的時候 盧寵某就站在後面 胡假虎威 當他說什麼再展笑容的時候 才走上前 就被問到 是不是人家在澳門 人做我做 人家做的時候 人家派錢不叫你派錢 人家派一萬不見你派一萬 按香港的實際情況 兩個月前已經有人提出取消了 其實是何柏良昨天說的 不僅是何柏良 何柏良說了很多天 港大有個外籍教授 亦都在說 就是說 香港是全世界最落後的地方 幾乎是最後一個 明令要戴口罩的地方 那個是臨床助理教授 薛達 何柏良早在去年8月 就已經在說 我看到網上有人討論 看死香港人 明天還是戴口罩 因為戴口罩大上癮 好像大陸 初期撤銷了口罩令之後 都是有些人不捨得放下口罩的 我記得好像是 但是其實這些事情會很快 過到期 台灣我記得都是這樣的 是 這個很快 台灣日本都是這樣 日本那邊 都有網友在我們 早兩個月的節目補充 因為日本那邊 當時他取消戶外口罩 但是病例仍然是很多 所以大家都是非常警惕 至於香港的問題 我看到有些人的討論 就是大家都怕 好像中國大陸那樣 因為大家三年多還戴口罩 很少接觸病毒 所以某程度上 你的呼吸系統會弱了 尤其是老人家 如果特茂茂然脫罩的話 你一下子 就接觸太多的病毒 未必會頂得信 所以基本上 上個年紀的人 或者你本身的呼吸度 不是太好的人 都不敢說很快便脫罩 對 希望大家明天更開心 教育局也說 撤銷口罩令 是適用於全所有學校的 我看到NOW也訪問學生 那些學生都說 受不了 不喜歡戴口罩 大家都在這裡 快測的要求是到3月15日 這麼麻煩 都仍然有個快測 我記得是學生 說起學生 也有些事情說 現在做學生不容易 因為現在不僅是學生不容易 是學校也不容易 因為現在是很糟糕的 我先補充一下 3月是取消快測 但是小學和幼稚園 就去到3月15日 現在是很壓抑的 其實真的是